2023最新美剧《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正式上线 同名原著是一部非常智慧的书 当平静的生活成为不可企及的黑暗之光 他们是否有勇气 在此之前 国出生机 在法国巴黎 二战一开始法国就投降了 孤儿院里有一对兄妹被一个德国军官看中 因为芬妮是少有的无线电天才 她可以很轻松地维修德国军官家里的无线电 为此德国军官也帮助芬妮申请德国储备军官学校 这天夜里 德国军官拿到入学申请书 找到孤儿院的芬妮 芬妮不得不和妹妹分开了 就这样他们来到面试官面前 面试官询问了芬妮是什么人 德国军官帮助芬妮说是德国人 但是面试官还是非常严格地查验了芬妮的所有信息 面试官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绝对把控了局面 他不是他的父親 家人吗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也是我的父亲 知道他啊 我不知我师父亲 我父亲没有 sociale 我母亲 根本 你什么很严重 你父亲 你母亲 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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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妮已经被面试官的气势彻底下的浑身发抖 她不知道接下来面对自己的事 他们的墙上有着非常准确的人体数 他们可以通过所有的谱和信息 判断出你是不是犹太人 特别需要检查是否割离 面试官感谢了德国军官并让他离开这里 因为如果是德国人那么这个男孩就会留下 而如果不是 而是犹太人的话 那么这个男孩也会留下 就彻底消失了 所以德国军官在走出大门的时候 回头看了芬妮一眼 这个也是她最后一次看她 数据出来后 很快面试官就带着笑容告诉芬妮 她合格了 并不是犹太人 是不是德国人已经不重要了 她被录取了 拿到录取单的时候 芬妮被一个士兵带到集体宿舍 在这里 芬妮看到一个满脸瘀青的学生 也看到一个高大健壮的学生 从这一刻开始 芬妮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士兵将校服给扔到地上 就在芬妮捡衣服的时候 被学生踢了一剪 芬妮非常害怕 她赶快来到士兵这边 本以为士兵会保护自己 结果士兵才是暴力的源头 她对芬妮说 说完话 别的学生说 给新人上一课吧 当士兵离开房间的时候 所有的同学都围了赏 芬妮哪能坐等这些人的拳打脚踢 奋力地逃跑出去 这个时候她使出了所有的力 所有的士兵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因为每一个新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待遇 最终芬妮瘦弱的身材 没有抵挡住健壮学生的攻击 被抓住后狠狠地拳打脚踢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两条德木走了过来 叫停了同学的疯狂行为 然后对所有的人说 对这个无线电爱好者要温柔一眼 说着就拉起满脸是写芬妮 然后带着她离开了 两条德木也摇着尾巴跟着 从此芬妮正式成为 德国重要培养的无线电人才 她没有学过一点文化 也不识字 但是她却能了解所有的无线电知识 就这样她毕业后 很快被安排到监听的工作中 在这样的工作中 芬妮也慢慢接触到一个无线电声音 每天都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女孩声音通过无线电 朗读古人伟大的作品 在芬妮看来能在有生之年聆听到这样的知识 就是死了也心当了 因为那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1944年法国圣马洛港口城市迎来了英军 是个德军已经无力的攻击 而当飞机轰炸的时候 芬妮分明已经听到电台那边有了相同的轰炸声 说明那个女孩和她在一起走时 这一夜注定是不平静的 在一间废旧的阁楼上 玛丽正在摸着书朗读着 原来玛丽是一个盲人 她之所以一直坚持直播 就是为了要寻找父亲 他们的故事也是要从二战开始说起 法国巴黎在俄国宣战的时候 就已经无条件欢迎德军进入 而作为博物馆长的父亲 则在最后的时候 带着女儿找到博物馆里的宝石 父亲摸索到一个机关 一道暗门被打开 父亲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洋之栏 这个宝石父亲单独放到了自己的怀里 他将所有的宝石放到一个木箱的恐龙标本里 然后带着行李 推着女儿开始逃离巴黎 他们本来想去荷兰 但是事与愿违 车站早就已经爆满了 都是逃离的人 所以封锁了大门 没有办法 父亲只能带着女儿步行逃离巴黎 跟着逃难的大部队 夜晚父亲找到一个牛棚 简单帮助女儿吃点东西 就地休息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哭泣 而是苦中作乐 享受着这最后的好时光 第二天父亲看到牛棚里藏着一辆法国车 就这样在玛丽的芒开中 启动了车子 他们开了我们圣马 这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波音员叔叔 就此玛丽就跟着叔叔在一起学习波音 一起学习读书 而那颗海洋智蓝宝石 父亲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玛丽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宝石天生具备诅咒 据说法国王是曾经拥有的人 没有一个好下场 也因此很多的人认为父亲拿着这个宝石 所以自己的女儿才会瞎的 时间来到这天轰炸的夜里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专门寻找海洋智蓝宝石的人 他一直在打听玛丽的下午 因为他们已经抓到过玛丽的父亲 父亲那边没有那颗宝石 所以现在他们跟着线索来到圣马路 一个酒宝因为没有说出玛丽的线索 当场就被军官给消灭 那么这三人的故事又会如何交集 敬请期待第二集 川普总 说这些真正正的 我们已经在海洋里 五 四 三二一 我会找他没了你的帮忙